都繼續有投資者對這個內銀有興趣 那是梁小姐 她其實有三隻的 她就有1398 有3968 和3988 她的目標很清晰 其實她就說是長線和收息的 但是她說現在內房斷工的情況這麼嚴重 那內銀還會不會持有收息呢 還是需要全部都離開呢 那三隻其實都跟一個行業 但是規模上都有分別 不如你都個別回答一下 你收息的話 其實我相信你這樣說 她不會派不到息給你的 但是你是不是想財息兼收還是收息 你想財息兼收還是收息 就算派到9厘給你 在股價上扣出來那又怎樣 去到有一天真的派不到的時候 所以你買老人股一定是賺息市價 其實你想想你做了十年的部署上面 買工商銀行十年前買到現在 你都是賺息市價 但問題就是扣在股息上你有回報 所以都OK的 但問題如果你在這個時刻做 你只看目光視野 只有一年兩年左右的時間 未必那麼容易做到財息兼收 甚至如果你有內放那些問題 去到好像開始越來越失控的狀況下 所以就說為什麼老人股不抵博就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又有關他的事 好的事後其他事情也會升得多 不抵博直博率低就是在說這件事 但當然你是求穩賺老人股還是穩賺的 相對比其他人虛氣上來的時候 跌得沒那麼深 你是工商銀行那些 你擺十幾年左右 最多都是賺息市價 扣上息 你通常都還有一個回報在這裡 所以角度上就是 你要想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 即是如果你這些事況上 要想做財息兼收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危險 我不知為什麼你有這樣的想法在這裡 想想自己為什麼可以做財息兼收 其實你想想這十年來的經濟都不差了 你在說工商銀行都做不到財息 是招商銀行在比較低股息的股份上 才能做到財息兼收 因為在說他們的增長強 但我想這段時間就真的不想增長 所以我覺得招商銀行那些 更加之危險 股值比人貴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你在買老人股上面 你買國有大隻那些沒什麼問題 多數都是賺息市價 但是問題 你明知會蝕的整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買老人股 其實簡單來說這一刻 你信國家 你願意拿錢出來去救市 因為問題老人股現在的角色就是要去救市 救到市可能它也沒事 你也會沒事 但是救不了 那筆錢就自然會輸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 你想一下自己為什麼要買老人股 就是那句